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宣哥哥 今天呢,我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中国的同性恋的问题 我不太喜欢用同性恋这几个字来概括这个群体吧 平时我喜欢提到同性恋这个词用同志来代替 那么我今后呢,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以同志来代表同性恋 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接受吧 也许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可能这个词用的更广泛一点 其实这个同志这个人群自古就有吧 这个我也不用多说了 然后就是说在近20年发展的其实是比较的开放 就我们这个社会呢,包容度越来越强 因此很多人都已经出柜了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吧 就是中国的这个同性恋的家庭 他在美国进行的这个游行的这一段小片 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那么先欣赏一下 今年在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上 不仅第一次出现了华人方正 也是第一次迎来了从中国特地赶来的同性恋者的家长们 他们手挽手,昂首走在游行队伍里 不时跑向两边与友善的陌生人拥抱 自豪地大声喊出对同性恋孩子的爱 他们也并不是一路阳光走到现在 他们的故事曲折坎坷,充满泪与笑 当时就懵掉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完全没想到 几乎每一位听到自己的孩子心口坦白 我是同性恋这一事实的父母 反应都和夏丹宁一样 仿佛当头一棒 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62岁来自重庆的夏丹宁 现在回忆起2008年女儿跟她坦白的场景 依旧哭笑不得 而去年刚得知儿子秘密的吴和平 讲起此情此景 仍不尽哽咽 有一天下午她就出去到超市去买了很多菜回来 也买了酒 做出了准备的儿子趁着酒劲 在饭桌上哭着告诉了妈妈实情 当时她说这个同性恋的时候 我已经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了 我老子一片空白 我也不敢在她面前哭 我就把头这么低下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流眼泪 其实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中奖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呀 这个同性恋怎么就 落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的气氛 那一个礼拜的气氛 真的是很低沉 我们也不说话 也不知道怎么说 关键是 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也不知道 认为这是病吗 这是什么问题吗 什么都不知道 36岁的王辉来自湖北 她说自己在无比的压抑和痛苦下 于2006年第一次尝试跟父母坦白 她选择先告诉性格比较温和的母亲 而不是军人父亲 我说妈咪你记不记得那个谁谁谁 我带到家里来 就是那过年 因为有一个男朋友跑到我家过年去了 我说是我同学 然后我还问你记不记得他 他说记得呀 那个男还是挺好的 还给他买礼物了 我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 他说我知道你们很好 看你们俩就是不一般 我说我们好到一种 就是说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好朋友 我们是那种 就像男女朋友的好 他说怎么男的和男的会像男女朋友一样的好 是什么样都一种 然而来自农村的母亲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并没有听懂王辉是什么意思 只是叮嘱儿子不许乱来 之后强硬的父亲得知 也是暴怒斥责 谈话不欢而散 我就还是选择了妥协 因为我觉得我拗不过他们 也拗不过整个这个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 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女儿的身上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作为父母 他们当时都痛心孩子的未来 我说今后怎么办 我说你怎么生活呀 你多可怜啊 对不对 我就蒙个杯子 真的是失心虐肺地哭 吵吵大哭 悲鞋过后 吴和平在儿子的建议下参加了成都的一个 同性恋亲友分享会 一看的时候我说 哎呀还有这么多人啊 这么多同性恋啊 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啊 哎呀当时吓了一大跳 通过不断的了解 以及与其他家长和同性恋者的交谈 吴和平和夏丹宁成为了接纳自己孩子的父母大军的一部分 接受孩子的家长啊 这样的家庭 就一个字 爱 好了 这个片子已经看完了 其实今天我也要切入正题 谈一谈中国的家庭环境对同志的影响 因为我是一个80后嘛 家里父母基本上都是4050或者60后的 80后的同志基本上都是父母都是那个上一代 就是解放前后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 所以可能很多的同家庭呢 根本就没有听说 或者是根本就不相信这种现象会出现在家里边 因此呢他们可能也不太能接受这种 家里的孩子是这种同志的这种情况吧 所以呢 你看到就是有很多的30多岁的同志 他们现在目前的处境基本上就都是已经结婚了 百分之八九十吧 基本上就是这些同志 即使他是同志 他也要围着良心去找一个女朋友 然后去结婚生孩子 这是我周围调查的这个数据所能得到的一个具体的情 百分比 因为我周围接触的就是80后的同志 少说也有上千个了吧 就是我了解的 因为过去我做过这个妨碍志愿者 认识不少就是这个圈子里边的同志 我做那会儿呢90后可能还比较年轻 大部分都是80后 基本上他们百分之绝大部分吧 都已经结婚 有一部分是离婚了 生活并不和谐 举几个例子吧 一个是一个北京的朋友 他本身天生可能就相对娘一些吧 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就工薪阶层吧 然后在他大约20多岁快30的时候就给他张罗着找女朋友 然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要结婚了 但是这即使是他找了女朋友结婚这一期间呢 他仍然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去寻找他的性伴侣吧 只能说是性伴侣 因为他这个人可能平时也不是特别想找一个BF 因为毕竟家庭的压力所在吧 如果你是他的选择的对象的话 你看到他家庭这个情况正在结婚 筹划结婚 你可能也不会这个 嗯 就跟他走一生吧 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期间呢 他就不幸感染了这个性病 尖锐室友而且是他是那个做就是灵的 就等于是做那个女方的女性的那个角色 所以他呢感染了这个性病以后 他的那个尖锐室友是长在了后边 因此呢他就那一段时间在传染病医院里面去治疗 同时呢也在应付家里的这个结婚的事情 然后后来呢他就跟他的那个妻子吧 同居了 然后呢那个他后边也治好了 但是他把这个诊断的那个单子呢 就放在了他自己床头柜抽屉里边 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后来他的妻子偶然收拾他东西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你说尖锐室友他长在了后边 呃一个男人 嗯这个就很容易让别人去猜测到这是什么情况 后来他的妻子就特别特别的伤心生气 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跟所有他们家里和他女方男方家里全部都说了 并且坚决要求离婚 后来呢这个弄的家里人就包括两方面的家里人 亲戚啊朋友啊周围的街坊啊邻居啊 就是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弄的特别不光彩 然后其实说白了真是我我如果是当事者的话 真想找个地方都钻进去 因为这个事情你一下子就是让父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确实特别的丢人现眼 但是也没办法 这也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不小心 对吧 嗯我不想去谴责什么 但是说完这个例子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 说啊你看他真不接身子好都要找女朋友了 他还去外边去跟人乱搞 所以得了这个性病 对吧 那他就是罪有应得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在这个群体里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就是就是这个同志人群里边 他的性伴侣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嗯可能平均到一个人头上 一生可能能找超过一百个都不算多 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很多人都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就要找一个两个 有的性大一些的就是每天都在换人 因为他们这个群体就是男的和男的之间的这个关系 他并不像男女之间 一个是重性的一个是重感情的 他们可以就是作为一种互相之间 就是可以磨合互相之间协调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男和男之间呢 可能见了面就是做做爱 然后就是完了就是拍屁股走人 所以呢 特像我说的这个北京的朋友 他的境遇特别特别的普遍 在中国中国大陆地区啊 别的地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 但是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悲剧吧 算是一种悲剧 就是结了婚 妻子发现了这个 你这个男人是一个同志 然后导致家庭分崩离析吧 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个情况 闹得不欢而散 这种情况还是大有人在的 那么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吧 还有一个是一个山东的朋友 他呢是一直就是读高中读大学 然后成绩还中不溜吧 不算特别好也不算特别差 但是他不是独生子 他也是一个80后啊 我讲举的这几个例子 今天举的都是80后的家庭 然后呢他毕了业以后就来北京发展了 他们家是山东的嘛 所以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找了BF 然后呢就想跟家里人说 然后家里人就特别不理解 因为他用他的话说 就是山东人可能思想就更加的传统 大部分人思想更加保守一些吧 完全不接受他的这种情况 他的这种觉得特别不理解 就认为孩子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有病 需要治疗 然后呢就带着 他就想带着他这孩子去精神病院 去做治疗 这时候可能有的人就说了 那现在早就已经精神病院早就不把这个 同治的这个性取向当做一个精神病来治疗了 所以你去了精神病院肯定没有 没有人给你治啊 但是我说其实你太这个想法是错的 因为在中国的很多的民办的 我不敢说公立啊 至少民办的医院里 只要你父母给钱 这个孩子什么都可以给他治 对吧 因为民办的医院很多都是只见钱眼开 家长掏钱了 我给他治疗天经地义 而且前几年也报出过 就是在医院里边 给这个孩子进行电机治疗的案例 所以我们可以就料想到 如果家里人给他带到精神病院 做这个治疗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能 所以这个孩子呢 就是现在就在北京 他就没办法去见自己的父母 因为父母特别不理解他 而且他自己本身性格 可能也是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内向一点 不知道怎么去跟父母 去沟通这个事情 而且屡次的通过 就是跟他的兄弟姐妹沟通 他的兄弟姐妹 反而也不理解他的这种情况 反而是在劝他赶紧回头试案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形成了这么一个矛盾 然后呢 他就先几年都没有回家 一直在外边漂泊 家里人越来越不理解他 就觉得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不孝顺 中国摆孝为先嘛 然后给他 就是想方设法的 跟他去沟通 但是孩子有孩子的想法 家长还是家长的想法 两方面的想法 完全对不上 他也不会去 也不知道怎么去劝说 他也曾经跟一些组织啊 一些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救助组织 去联系过 但是给他的意见呢 在他们的家庭 完全是不适用的 完全说不通 对吧 所以这就导致他现在 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 在外面漂泊 然后没有亲人照顾 然后自己呢 也没有找到最终合适的朋友 过去的那个BF 人家也去结婚生孩子去了 对吧 也等于把他抛弃了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惨 这种境遇 我们感觉就是 哎呀真是有苦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这些人呢 想生存的话 他必须要跟社会打交道嘛 必须要结识一些同类的人群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QQ群啊 有自己的微信群啊 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圈子嘛 小圈子 通过什么地方去认识呢 一个就是现在的交友软件 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公园啊 浴池啊 酒吧呀 这些地方认识 认识了那些朋友以后呢 有的可能 因为这种地方你知道吧 就是也有一些 就是罪犯啊什么的 就盯着这些人 有经常会发生一些 就是抢钱啊 抢劫啊 然后去打架啊 斗殴啊 这种事情 或者是各种不好的现象吧 发生在这个群体里边 因为他们其实也抓住了这个这个人群 他们就是胆小怕事 有很多事情 压力特别大 不能跟周围的人去讲 所以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事件发生 就曾经在以前最早的时候 在牡丹园 这个公园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同志公园 然后就在这个公园里边 在09年的时候 就是人流量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水平 大约是每天的人流量能够达到上千 就是他们专门就是骑着摩托 然后看到谁拿着胯包 直接开过去就直接给抢走 然后就跑了 但是他们也不害怕 因为很多都是犯罪分子 都是屡次在这个公园里边作案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人也不敢去张扬 对吧 抢他一次 他也不会报案 所以呢 就是助长了他们的嚣张起源 多次来也没有人报案的话 也没有人去伸张正义的话 那就邪恶战上风呗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同志这些人群都是很尽小 大部分人都是很尽小甚微的 生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于公众 对吧 所以呢 没有办法 他们其实活得特别憋屈 然后呢 今天我就想举这个几个例子吧 总结一下 今天就是说这个同志的父母 能不能理解他 作为一个80后的家长 我所了解的这个例子来说 是非常不理解的 同时呢 也告诉了大家 同志都在哪里去找他们的朋友 对吧 有的是通过软件 有的是公园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目前我观察的是 80后的这批人 大部分都结婚了 没有结婚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然后下次我们再见 记得能关注一下关注吧 然后呢 觉得我不认同我说法的 请你还是不要喷我吧 我还是非常欢迎大家能给我提任何宝贵的意见 但是请不要骂人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 再见 这是我视频道的观点 这是我视频道具的观点 我视频道具的观点 但我听到这里就能够 让我们还是有个患者的观点 谢谢大家